三藩市Engelside Heights 區一棟物業的房東 被市府律師指控出租不安全的違法單位 給移民從中獲利 法庭最終判市府勝訴 下令兩名被告解決所有違規事項 母虹然報導 Naim Jamali 和Sana Jamali 是三藩市Wandorf街333號這棟物業的房東 法庭發現物業中總共有22個單位 當中只有4個是住宅單位 其餘18個是商用單位和位於地庫的儲物室 然而兩個房東已月租幾千元 將最少13個商用空間和沒有窗戶的地下室出租給住客 市府檢查發現 單位缺乏適當的供電設備 引致住客需要使用拖板 構成火警危機 另外火警逃生路線也不足夠 更加是沒有二氧化碳和煙霧探測器 其他違規包括結構上的危機 潛檢的廚房和洗手間 和不當的污水和通風系統 市府律師有信福表示 兩個房東將收益凌駕於住客的安危 這個行為是不可接受也都是違法 法庭裁定市府勝訴 法官表示兩個被告不僅違反多條州和市府法例 更加是構成公害 辦寧要求他們處理所有違規事項 和計劃將單位合法化 去到保障現有住客 法庭預料在明年2月裁定兩個房東 要向市府支付多少罰款 26台記者無號言報導